九龄 小姐 你回来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来不及解释了 走 跟我走 这凤鸣剑还能藏在何处 说 是不是这老宅 还有什么机关暗道 再严密的机关 你们这么决地三尺 也该找到了吧 也是 请喝茶 你疯了 疯了 对不起啊 你干什么你 堂哥 我这是看到你太激动了 所以就 凤武 原来是凤武妹妹啊 我自小在外修行 咱们还是小时候见过 凤武妹妹这容貌 是越发水灵了 堂哥 这么多年没见 没想到堂哥 长得是越发的气派了 想必 堂哥已经修炼到中间临时了吧 真是让凤武 崇拜得五体投地 堂妹你明白就好 等我拿到了凤鸣剑 我可就是名正言顺的 凤家继承人了 到时候裴哥回原都想想不 哥 这凤鸣剑 他没知道 好像有点印象 当初来老宅的时候 有位管事说过 在哪儿 这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让我想想啊 好像是在 在 哥 你别听他的 他一定是在故弄玄虚 你闭嘴 我想起来了 在凤家的老宅花坛中 花坛 不过具体是哪个花坛 我也不记得 那人也没说过 多谢堂妹 哥一定会记得你的好 来人哪 把这老宅里的所有花坛 都给我翻一遍 是 小姐 那个什么凤鸣剑 真的在花坛里 我怎么知道 老宅中 花坛大大小小 得有几十余个 够他们找的 老板娘 毕少爷 您里面请 哎呀 老板娘还是蜂蜜有存 毕少爷 您过奖了 老板娘陪我喝一杯 毕少爷 我不会喝酒 怎么说我也算这贵宾呢 喝一杯不为过 毕少爷 我去给您拿酒 毕少爷 毕少爷 哎呀 谁撒我 谁 你们两个揍他 好 我们走 等等 我与阁下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 阁下为何要怀我好事 不是说 灵氏不欺负百姓 你配吗 我少认命 在哪里 别动 别动 这是大腿 这是 阿 本事 不 赶心 你 没有 给自己 件事 有 去了 她 she 她 害怕 就 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不认识 回去给我买三百串糖葫芦 我要砸人 军殿下 封少阁主 玄义公子 一路辛苦了 毕城主 你也久等了 没有没有 在下一接到消息就赶过来了 特意备了伯彦 给诸位接风洗尘 请 不必了 毕城主 你掌管这边境数十年 对这城内的人事物想逼 了如指掌吗 略有了解 饭我们就不吃了 但有件事 还得麻烦您一下 应该的 应该的 不知道需要在下做什么事啊 他是 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这凤亦然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当真是来找什么凤鸣剑呢 莫不是我偷练九转回灵丹的事 没发现了 不可能啊 八老头是信得过的人 风声不应该走漏啊 是真的 是真的 小姐 他们都在家里找了一整天了 把整个老宅都翻遍了 可是还是什么都没找到 不行 我得想办法给他找点师座 这样 他就不会来折腾我们了 这凤鸣剑 应该藏在哪呢 来 唐妹啊 这完了老半天也没见见的影子 你是不是记错了 怎么可能 我记得可真切了 就在这花坛里 哦 对了 当时那管事好像留了一首诗 说是解开谜团的关键 什么诗 你